你的四张青睐就义照片总是不成功 也许是找错了地方 大叔两分钟告诉你 青睐就义的正确攻略 点赞加关注 让你提瓦特世界少走弯路 首先传送到月石村又下方的七天神像 视线向左调整 就能看到我们要取景的山崖了 很多萌新会在正前方这里拍照 拍完发现没完成任务 正确的位置应该再往右一点 我们要往山坡下方的方向去 在前方凸起的石头旁 有一颗薄荷草 这里才是正确的取景点 要把前方的山崖和小岛全部放入镜头内 第一张照片完成 接着再回到月石村七天神像锚点 视线向左调整 沿着这条小路一路向前 沿途会路过几棵明草 大家可以顺便采集一下 这个点位也是明草最集中的地方 从七天神像一路过来 一共有十一个明草 穿过前面的木桥 就到第二个取景点了 这里记得跳一下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在桥头走前方的大石头 爬上来就可以拍照 这个点位取一个全景照 一般都会一次成功 接着去最难的第三个点位 传送到青奈湾上方的传送锚点 出锚点后向右前方出发 沿着湖边的险滩一路向前 注意跟沿途的怪物保持距离 尽量不要拉仇恨 第三个取景点在右前方的传送门处 这里需要清理一下附近的几个秋秀人 打怪过程就跳过了 正确的取景位置是在这个大石头上 把传送门和前面的传翻杆 全部放入镜头内 第三张照片就完成了 接着再回到岳石村西天神像锚点 从这个脚向前飞 来到天云山上下的小岛 沿路有很多鸣草和雷神突破材料 可以顺路采集一下 萌新就不要点这个甜甜花了 只收集一些石材类就行了 翻过这山再越过前面的河 在左前方电闪雷鸣的地方 就是最后一张照片的取景点 这个点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取景太近 没有把全景放入镜头内 正确取景点应该要稍远一些 要跑到前面的小路上 大概在这些石头的旁边 镜头稍向上一些 拍到空中的石头 就完成第四张照片了